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那么多对你是有用的吗 那我先怎么办 怎么办 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帮忙杨警官 你用公安机关办案 向你们群众在赛事场买小菜 可以讨价还价的 2013年9月27日上午 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让武汉某高校退休教师梁宇氏 顿时陷入恐慌 一个自称是江苏南京市公安局 杨警官的人 告知梁女士 说她名下的一个银行账号 涉嫌一起重大贩毒洗钱犯罪案件 要求梁女士立刻动身 赶往南京配合警方调查 梁女士难以置信 她认定是警方搞错了 面对梁女士的质疑 杨警官及时说 警方调查过梁女士的背景 也怀疑嫌疑人士 盗用了她的身份信息 实施犯罪活动 但真相究竟如何 需要梁女士配合调查 才能水落石出 梁女士将信将疑 而就在此时 一个自称是北京市检察院检察官的人 又打来电话 我们也相信你 你是一个有文化 有知识的人 这么大联系 你可能确实没有做案 是别人目前冒充的 电话里 这位检察官同样表示 梁女士牵涉的案子非常重大 要求她当天赶到北京 配合检察院的调查 以证明自己的清牌 短短几分钟里 刑警和检察官先后来电 让梁女士感到问题的严重 可是要同时感到江苏和北京 配合调查 让梁女士十分为难 好在检察官提亮到她的困难 提出了一个简便的解决办法 你不来可以 但是你必须马上把你名下账户里面的钱 找到我们专案组的安全账户里面来 我们对你的资金来源进行审查 基于证明清白的梁女士 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她当即跑到自家附近的银行 将名下所有的140万存款 全部打入对方提供的专案组账号 无独有偶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 同样在武汉 一位姓庞的女士 也摊上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这名自称是上海市松江区公安分局的张警官 对彭女士说 她在上海有房子 并开设有一个银行账户 涉嫌一起案值五六百万的重大经济诈评案件 警方已经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 据嫌疑人交代 涉案账户是彭女士主动提供 并从中提成百分之十 目前警方已经对她下达通缉令 命令她立刻到上海向警方投案 彭女士压根不相信 因为她在上海没有房子 更没有在上海的银行开户 但是对方坚称没有搞错 彭女士注意到座机显示 对方来电号码是021-5782-3618 为何是对方身份 彭女士立刻查询114 能帮我查一下那个021-5782-3618的电话号码是哪里的吗 结果证实来电却是上海市松江区公安分局的电话 彭女士不愿前往上海 电话里她竭力表示自己清白 最终检察官提出一个查明真相的简便办法 只要把钱打在我们指定的账户上面 通过公安局检察院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核查 这样才能证明你的清白 为了证明自己没做违法的事 彭女士当即也按照对方的要求 将自己名下仅有的80多万存款 通过网银转入对方指定账户 这个案子特别重大 你不要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任何人 你家附近都有我们安排的便衣 我们随时可以抓你 而且是直接逮捕你 不仅如此 惊慌失措的彭女士还向朋友寄了38万元 作为取保候审金 打入了检察官指定的账户 银行公众人员也阻止她 她说你是什么要 要会议这么多钱是去干什么 她就非常的保密 她说这是非常急用的钱 她就没有把事情告诉别人工作人员 和前面的梁女士一样 彭女士同样掉入骗子设下的陷阱 1997年 电信诈骗手法最早在台湾出现 2004年开始流入内地 并迅速在全国蔓延 虽然极经打击 然而由于犯罪手法特殊 此类诈骗活动无法得到完全遏制 以武汉为例 2013年 武汉警方共接到电信诈骗类刑事案件 3400余起 涉案金额高达1.1亿 2013年 全国电信诈骗发案30余万起 群众经济损失超过100多亿 诈骗数量金额 比2012年分别上升了77%和25% 更令人担心的是 近年来 嫌疑人骗数手段不断翻新 令被害人真假难辨 一不留心就会中了骗子的圈套 突如其来的电话信息 暗藏杀戒 花言瞧 缓缓相扣 使人难辨真情 嫌疑人的几句说辞 让你深信不疑 两个警方如何撕毁电信诈骗的种种本庄 罪恶的背后 第三节 片方栏目正在播出 你的坐机电话已欠费两个月 将于今天停机 您的有线电视和框带发生异常 将于两小时后停机 嫌疑人首先采取漫天撒网的方式 拨打被害人坐机电话 冒充电信部门的话务人员 或者是邮政部门的工作人员 说你什么电话欠费 什么涉嫌邮包长途之类的 取得与被害人交流的机会 套取受害人的一些身份信息 在你不相信的情况下 把你转到公安机关 由公安机关前面来 对你进行这个调查 按照事先编好的脚本台词 一步步开始实施诈骗 现由南京市公安局 行政总队 有警官进行电话录音笔录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 在今年破获了一个 洗黑型的犯罪团伙 同时也抓获了 其中一名洗钱犯罪人成员 从他的口供得知 有一张就是你本人 他层层诱导 又不相信 到逐步相信 确实是你涉嫌犯罪 是这个公监法机关在办案 那么骗子在电话中 是如何让受害人 相信他们的身份 步入他们后面设定的圈套 利用一种叫做VOIP的网络电话 利用这个网络电话的一种 虚拟改号的功能 他可以把自己的号码都显示为 任何一个公安机关的办公的号码 这样来使被害人相信 确实是公安机关 检察院法院这种执法部门 在跟他打交道 通过电话 嫌疑人往往利用普通老百姓 对国家执法部门的信任 以所谓公监法部门人员的身份 无众生有来欺骗 敲诈受害人 你说你没有嫌疑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有嫌疑呢 如果不涉及洗钱案的话 那么你把你的钱 你现在家里的钱 你再汇给我 我给你查清楚 电信诈骗中 嫌疑人正是利用了被害人 对执法办案程序的不熟悉 同时胆小怕事的弱点 在精神上击垮控制被害人 为他们最终诈骗钱财做铺垫 遭遇电信诈骗的老百姓 往往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听从犯罪嫌疑人 把自己的钱 转到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 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 是绝对不存在的 这就是犯罪嫌疑人 在诈骗过程中 杜撰出来 用来欺骗被害人的 梁女士和彭女士 两位居于暮年的老人 本应幸福安详地度过百年 没想到一下子被骗走将近三百万 平常他们节俭过日子 舍不得花小 就这样白白地给骗子骗走 这不是一个小数 我们能想象 他们将会遭受到怎样的打击 2013年 武汉接连发生变信诈骗案件 引起武汉警方高度重视 然而 要想抓到骗子 追回被害人损失 谈何容易 因为嫌疑人根本就不在国内 他们是通过设在境外的网络平台 实施作案 这两起受害人的电话 我们查询到的 它是从国外进来的VOIP电话 这种VOIP电话就是 将语音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然后通过网络传输到国内的落地商 然后再还原成语音信号 再将语音信号转接到国内的电话网络 然后就可以连接到受害人的坐机或者手机上面 侦察发现 发生在武汉的极其电信诈骗案件 嫌疑人网络平台位于菲律宾 嫌疑人跨境作案 一直是困扰警方打击电信诈骗的一大难题 这一次武汉警方决定做一次尝试 在办理这个案件之前 还没有实现跨口打击电信诈骗人的突破 犯罪分子的气焰非常嚣张 这也迫使我们武汉警方出重拳 下重拳 2014年1月 在湖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的协调下 武汉警方与菲律宾马尼拉警方取得联系 元月3日 警方专案组11名成员 飞抵菲律宾马尼拉 在没有境外执法权的情况下 专案组民警经过努力 最终成功锁定 嫌疑人位于菲律宾的五个电信诈骗犯罪的化物窝点 2014年元月16日 菲律宾警方对五个窝点同步展开抓捕行动 32名嫌疑人悉数落网 民警在清理现场时 窝点内国内受骗者打来的电话声此起彼此 他们比较专业化 职业化 他的语音网关的这些电信器材非常齐全 摆放也非常整齐 工作台 资料非常齐全 上面都写着脚本 包括全国各个地方的国家机关的名称 电话号码 邮编 地址 写个人的信息 然而 警方在追查受害人被骗资金流水时发现 嫌疑人用于诈骗的这些银行账号 使用无数张银行卡对受害人的钱进行分解撞账 一百多万元 数分钟内在境外被卷走 彭率是120多万账户 他这笔钱 这些钱去账 从一级账户到四级账户 我们最远的到了四级账户 甚至于过别的到了五级账户 都一分钟之内卷走 而且跨行 跨到了农行跨工行 工行跨建行 还有其他一些中国银行 正因为骗子的这些技术手法 一旦被害人按嫌疑人要求 将自己的钱打入嫌疑人提供的账号 公安部门要想追回难度非常之大 所以关键在于老百姓不要上骗子的当 俗话说眼见未必为实 何况是在电话里面 所以不管是什么人 在电话里面要你向任何的陌生账户 汇款转账 我们都可以视为它有重大的诈骗嫌疑 不要理睬 跨打电话 如果人们擦亮双眼 时刻对陌生来电 来信 设计转款要求 保持警惕 对每一个人来说 就可以达到远离诈骗陷阱 可是金钱的诱惑 还是会让另一种罪恶 就躲在你的身边 让你防补胜法 繁华现实难免情与法的冲撞 云云众生 尝遭爱与恨的纠缠 酒色之困 才起之祸 那些平静的生活如何打破 那些残忍的案件如何发生 罪恶的背后 第三集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这是一名窃贼 潜入仓库作案室 留下的影像 也是警方破案的唯一线索 然而画面上的女贼 就令侦察员们困惑不已 她这个装塑 不是出来工作的 像出来挂马路的 你说一个女的 要搬四十几台电脑跟手机 玩不成的觉得 不可思议的事情 女贼直身捣唐 加持近三十万元的货物 上海青浦徐晶工业园区的一家物流公司仓库 早上八点 在二楼梦梯梯梯间的两个窗台上 她又发现了十台电脑 小李意识到仓库禁贼了 这边在这个货位上是少了两台戴耳的笔记本 这里被偷了六台平板电脑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到底缺了多少货还没有盘点出来 案发仓库是一幢三层楼建筑 分别被两家公司注用 一楼是一家快递业务公司 二楼三楼是小李所在的另一家物流公司的货本仓库 窃贼盗走的是存放在三楼仓库里的高档电脑 经过清点窃贼共盗走两个品牌 32台笔记本电脑 此外还有五台平板电脑以及五部手机 初步估算损失近30万元 让侦察员感到奇怪的是 这些已经被搬出来的电脑 窃贼为什么没有带走呢 这些东西不是被发现之后 案犯仓皇而逃遗落的东西 这是案犯不要的东西放在那里的 窃贼究竟是什么人 又是如何进入仓库实施作案的呢 侦察员注意到 仓库内部是有大量的监控探头 然而勘察发现监控室的门被人打开了 主机电源被人切断了 这里是有一个电源的插座 连接着监控录像的主机 监控制等于是被关掉了 监控录像是被犯罪行人关掉的 尽管监控遭到破坏 但是却在进入仓库的过程 依然被探头记录下来 监控画面显示 夜里11点51分 仓库外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女子留着披肩长发 穿着超短裙 觉得很时髦这个女的 看上去就是她身材很好的样 披肩散发的这种 她走到一楼楼梯间窗户外 顺手推了一下窗户 发现窗户关着 之后便离开了 几分钟后 女子的身影出现在一楼仓库一扇门前 试图打开这扇门 女子在门前折腾了一会儿 发现门被反锁 于是转身离开 打不开之后 她又掉头 穿过仓库 穿过仓库走到了 另外一个通道 女子穿过对外货物的仓库 消失在一片黑暗中 几分钟后 女子的身影在一楼仓库的一个角落里再次出现 在接下来将近半个小时里 她一直在一楼仓库里来回徘徊 看不出她到底是在干嘛 有可能在熟悉这个厂的环境 仓库的环境之类的 具体在里面找什么东西 不确定 凌晨一点左右 女贼的身影在一楼的监控画面里消失了 侦察员怀疑她已经上楼 然而二楼三楼的监控探头 并没有发现她的身影 正当侦察员想知道 她究竟是如何进入三楼仓库行弃的时候 监控画面中断 当时看了以后觉得很惊讶 怎么是个女的 我们始终认为这个是一个团伙 几个人在里面偷东西 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看第二个人 有没有第二个人的身影 尽管窃贼切断了仓库内监控的主机电源 但是仓库外围监控 因为线路不同并未遭到破坏 画面显示 凌晨四点左右 女子开始将被盗电脑分批从围墙运出 阿蚁搬家 他是一次性先把这一批货 从仓库的围栏当中搬出来之后 把放在窗口 达到一定量之后 再跳出窗口 把这些东西放到围墙 然后一点一点撞到车上 从监控记录的时间来看 女子作案的时间长达五个小时 期间画面显示 只有这么一名羽贼 反复看反复看就是没有第二个人的事 一个女的进这个仓库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万万上来也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单身在这样一个乌漆抹黑的一个仓库的环境里面 能有这么大的胆量 在这里面走来走去 这个让我们也感到很惊讶 神秘女贼的出现 这似乎能够解释 为什么有一部分背道物品 没有被窃贼带走的原因 这个身穿超短裙 留着披肩长发的大胆女贼 究竟是什么人呢 在反复查看监控画面的过程中 侦察员发现了秘密 午夜时分 短裙女子潜入仓库行器 蚂蚁团家 神秘女贼只身盗走三十万元货物 书门书入 窈窕女贼究竟是谁 众里寻她 案件真相突然意料 罪恶的背后 第三节 片榜栏目正在播出 在反复查看监控录像的过程中 侦察员发现 眼前这个女贼表现十分轻巧 就是说从她的行为来看 她压根就没想过要到底楼去偷东西 整座仓库只有三楼 存放有高档电子产品 对这一点 嫌疑人似乎事先知情 而且她很可能就是冲着三楼仓库里的高档电脑而来 此外侦察员注意到 一楼仓库设有四个楼梯间 可以通往楼上仓库 其中只有消防逃生通道 夜间门不上锁 从监控方面看 女贼进入仓库后 首先来到通往楼上监控室的制导门前 发现门被反锁后 她穿过整座仓库 直接朝着消防逃生通道 坐在了位置的区域 这一点也让侦察员感到十分凄净 她这个门都是封锁掉的 你如果作为一个陌生人 进入这个仓库之后 从一楼如何到两楼 你不熟悉的话 你是上不去的 嫌疑人的种种奇怪举动 令案情变得明朗起来 侦察员怀疑 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是内鬼所谓 本身一楼这个公司有很多妇女在工作的 二楼虽然是仓库 也有女的仓库管理员工作 所以就更加让我坚定信心 这个可能是内部的人员的作案 那么这个披肩长发 身穿超短裙的女贼究竟是谁 怎么才能找出她呢 侦察员注意到 女贼在一楼仓库早中时 有一幅画面显示 背景墙上有一块醒目的荧光警示牌 警示牌离地面的高度 我们可以确定 那么作为把这个警示牌 作为一个参照物 我们根据不同的身高 和摄像头固定的角度 我们来推断 这一发现 让侦察员找到了 锁定女子身高的案发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 经过反复实验 侦察员测算出 女贼身高在1.7米左右 根据刻画出的嫌疑人特征 警方对这座仓库内两家公司 近100名预职工逐一展开排查 很快侦察员便发现 符合条件的女子 寥寥无几 在整个公司排下来 身高能够符合1米7的女子 不多的 根据是否具有作案时间这一条件 侦察员对所有体态特征 与嫌疑人相似的女子 展开深入调查 结果 这些人最终被排除了嫌疑 最后把这些女性都排除之后 我们就做下一步的 一个排除工作 什么 排查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里干过的 在这个仓库工作过的 已经离职了的 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 排查没有任何发现 莫非神秘女贼 并非仓库内部人员 当时也在想 这个人 知道这个公司 有监控 他为什么还敢进入 还有 女贼进入仓库的过程 必然会被监控探头拍到 这一点他应该清楚 那么 他还有什么必要 杀费口心去破坏监控设备 莫非 女贼破坏监控设备 这一看似多余的举动 背后另有玄机 猜测 有可能他是 有同案犯 因为是熟人 所以不能监控里面出现 有可能要 他先关掉之后 熟人才能进这个场 所以我们当时也在想 会不会是熟悉环境的人 内外勾结 综合整个案情 侦察员分析 那个堕藏在黑暗中的内鬼 很可能是一名男性 他和这名女贼的关系 应该不一般 2012年4月9日 案发后第8天 又一轮排查开始了 这次侦察员要寻找的嫌疑对象 是一对情侣 或者一对夫妻 排查刚一开始 飞到公司康库的一名管理员 便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沈雄杰 他的女朋友 到我们公司来过 沈雄杰的女朋友 也是一个公司的管理人员 像上海的一个小白领一样的 而他的衣着 特征和年龄 还是比较符合视频当中出现的 这个女的 调查发现 沈某原先是这座仓库的一名管理员 两个月前 被调往公司所属的另一家仓库工作 沈某和他的女友 与这起仓库盗窃案 有没有关系 侦察员决定 首先对沈某的女朋友进行调查 但是 由于对沈某女友的姓名 工作单位 居住地址不了解 于是侦察员找来沈某 向他了解情况 原本只是正常的例行询问 然而沈某的表现却有些反常 我们想通过他找到他女朋友 但是他说他女朋友就是推三组四的 就是不让我们找到他女朋友 沈某的表现令警方生疑 最终 侦察员通过沈某 找到了女友的租住地 并见到了这名女子 沈某的女友 与监控画面里出现的女贼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侦察员对案发当晚 沈某女友的活动轨迹 进行了调查 结果却发现 沈某的女友不具备作案时间 为什么 当天晚上 案发的当天3月30号晚上 沈雄学的女友 是他所在的一个公司 要新开一个门店 在浦东 而且整个一个晚上 他都和他的一个 另外一个同事 能够互相印证的 和边上还有其他的公司管理层 能够印证的 他在和他的同事 在为了这个门店开张 做筹备工作 一直干到第二天白天 侦察员排除了 沈某女友的作案嫌疑 但是沈某的嫌疑 却无法排除 直觉告诉我们 这个人有作案嫌疑 可能就是那个熟人 正是因为 他女朋友没有作案时间 所以 我们就是慢慢地觉得 这个案子 好像 有点 不得见了 侦察员注意到 沈某身高 正好1.7米 面目清秀 而且身材比较纤细 与监控画面中 女窃贼的体态 颇有些相似 这让侦察员不禁联想到 监控画面中 女贼的种种蹊跷表现 自夜时分 马路上独身出行的女子很少 一个女子翻墙入室 盗走32台笔记本电脑 体力付出相当大 监控画面中 除了女贼 并没有第二个人出现 女贼会不会是假扮的呢 就在此时 侦察员发现 沈某名下 有一辆浅灰色的三箱小轿车 与现场出现的轿车非常相似 巧在就巧在什么 沈雄杰他是有这样一辆私家车的 此外 侦察员发现 沈某不久前 刚送给女友一台新的平板电脑 使用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就是仓库里被盗的其中一台 据此 侦察员分析 沈某有重大作案前移 2012年4月24日 在申请到搜查令后 侦察员对沈某女友租住地展开搜查 在沈某女友的屋子里 侦察员当场起货11台尚未开封的被盗笔记本电脑 据沈某女友说 这些电脑是男友寄放在这里的 对于电脑的来路 他并不知情 紧接着 侦察员对沈某父母家进行搜查 结果又发现了12台未开封的被盗笔记本电脑 至此 32台笔记本电脑中的23台被成功追回 2012年4月26日 犯罪嫌疑人沈某落网 他对自己男扮女装 潜入物流公司仓库 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那么沈某为什么要盗窃公司仓库呢 据沈某交代 他和女友已经相处多年 计划年内结婚 沈某拿不出女方父母提出的十万元聘笔 但又碍于面子 不愿将实情告诉女友 沈某担心 拿不出片底 灰室会因此泡汤 经济之下 他决定冒险一搏 先回自己曾经工作过的仓库 实施盗窃 当时我存在侥幸运 我这 过了30年 这30年 为人还是可以的 就是偶尔打了沙边球 做坏事 老天可能会原谅我 就是可能会让我逃过罪 沈某精心谋划 刻意伪装 以为这样便可以满天过海 最终 他也没能逃脱法律的惩罚 如今 沈某毁不当初 他的犯罪行为 不仅没能挽留住 他渴望的爱情 最终 也毁掉了 他自己的人生 繁华现实 难免情与法的冲撞 云云重伤 长刀爱与恨的纠缠 酒色之困 财旗之祸 那些平静的生活 如何打破 那些残忍的案件 如何发生 罪恶的背后 第四题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 天罗栏目 2 2 4 1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